武川大陆以和为界 分为北齐和南楚 两国交战多年 南楚女将军魏少龙 和北齐竞王莫少涵 在多次交手后 逐渐爱上对方 却又不知道对方的心意 这天会怎样 哪怕注定流浪 哪怕海角天涯 恭喜啊 恭喜 恭喜今晚 军孔快乐 请君请进 晚点好喝 王爷 许小姐的花轿 已经到门口了 那又如何 王爷 宾客都到了 大庭广众的 你要是不去拜堂 新王妃恐怕难以自处 若不是许立月这个贱人 拒不退婚 本王也不会�迟迟 无法向心爱的女人 表白一切 只需折辱的 已经是便宜她 可是 你记住 本王心里的靖王妃 只有一个 那就是南楚将军魏少荣 除了她 旁的女人 本王绝不会碰 可是 魏将军也没说喜欢你 只要许立月没死 就别来打扰本王 滚出去 王爷 本王说了 只要许立月没死 王爷 去小姐的婚房自杀了 我替南楚出生入死 从未有过一次败仗 太子殿下这是做什么 是从未有过一次败仗 不过那是以前了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喜欢那个莫少汗 爱上敌国王爷 你让本太子还怎么信 谁因你被风雪 雪落成灰 谁谈一世聚散 结印三无流水 那个莫少汗 那个莫少汗可是一点都不喜欢 天娘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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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北极禁王城 而你 在他的眼里 注定是敌人 谁呀 谁呀 关山路中的梦 这一场 纵远程前却似何能忘 与你看过所有 全在梦醒时 突然的彷徨 谁跟我领带是风筝 今生生 却寻一遍风筝 一路飞翘 这是呢 我不是死了吗 用尽全力气 最后回望 我这是重生了 滚开 老王倒要看看 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生了 莫少汗 我竟重生在 莫少汗的新婚妻子身上 徐丽玥 你这个恶心的女人 当初本王求着你退婚 你不敢 现在又在新婚当夜自杀 你究竟想干什么 莫少汗 我是 我这身体 是被人下了药 我少汗 我们已经成亲了是吧 你想干什么 麻烦你 帮我写个毒 你敢奔奔王一下尸子 我还不会离去 我会写 徐丽 仙人 本王定要杀了 月儿 你真的想好了 要回京吗 当年为了躲避莫少汗的追杀 我不得已留下一个孩子 诈死为啥 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那个孩子过得怎么样 我想回去看看他 好吧 五年前你诈死离京 许丽玥的身份是不能用的 这是我给你找的新身份 柳枝 是的 南阳侯府三小姐柳枝 自小被养在乡下 一个月前 南阳侯府召她回京联姻 她不愿意 跟新上人私奔了 南阳侯府没人认识她 只知道她的脸上有个胎记 嗯 师父先走了 你多保重 对了 据柳枝说 南阳侯府的妾氏化姨娘 不愿意看柳枝嫁于高能 派来 就是 站住啊 柳枝 你还想逃到哪儿去 滚出来受死 这么快就上门送死来了 说 让谁滚出来受死 我滚 我滚 姑娘留命 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看够了吗 出来吧 你好厉害啊 做我娘真好不好 和北北长的一样 这就是当年的另一个孩子 世子 快跟我回去 我不 你回去告诉父王 我找到娘亲了 我要和娘亲在一起 世子 你怎么能乱认娘亲呢 王爷说过 不要你跟陌生人在一起 不然他会担心的 走 放心 我对小狮子没有乐意 我是南阳侯府的人 晚些时候 你来南阳侯府就行 王爷 你是说 那个小混蛋 自己认了个娘亲 还跟着人家跑了 那个女人自称是 南阳侯府的人 而且她武艺高超 世子一时被迷惑了 所以 没出息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沿着这条小路 去往京城的方向 走 去南阳侯府 本王倒要看看 把本王儿子带走 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 兽宴都要开始了 这三丫头怎么还不回来 不是已经派人去接她了吗 老爷子 我看柳真的丫头 是在乡下自由惯了 老爷派人去接她 她竟然偷偷逃跑了 华姨娘说谁偷偷逃跑了 刘晨 你这是做什么 华姨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是她 就是她 四天前 就是她花了一千两百银 跟我做交易 说让我杀了你 事后提着人头 叫她立场 冤枉啊 我跟三小姐无怨无仇 我怎么会要她的命呢 因为她的婚事啊 自己说过 你和三小姐的生母有仇 所以不希望她嫁进高门 你还说 反正三小姐在乡下那么多年 就算死了 也没有人在意 你别在意 老爷 我没有做 我要去当个玛丁 老爷 回爹爹 四天前 你要是跟我在一起的 她绝对不可能见旁人 肯定是这个土匪 受了某些人的指使 故意来冤枉姨娘的 没错 没错 王爷 我前天跟月儿一直在一起 你要相信我呀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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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身孕在身 其他情 柳枕 你可知罪 我有何罪 你身为晚辈 竟敢买通劫匪来诬陷一样 来人 把这个逆女给我带出去 广京 摩汤 好好反省 还有 把这个 忙醉胡言的背头 拖出去 难关打死 父亲 你这是替花姨娘遮掩 杀人灭口了 你这个贱人 你出卖我 我宣战的兄弟 不会放回你的 就算我死了 要让你别加陪 咱们前面可是 古廊山的毒败 他要是出事了 古廊山不会放回咱们的 该死 差点了 老爷 要么我们还是 老爷 老爷 老爷不好了 老爷 外面警政府前来抓人了 说是有人报案 跟咱们府上出来劫匪 是谁报答 我 有志啊 刘志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你啊 你非得把这个烧印 搞得鸡飞口地要不审 父亲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在山上遇到土匪 那肯定是要报官的呀 私藏罪犯 可是大罪 你去京兆府 就说 南阳侯府里有人托你报案 这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的虎狼山土匪 现在就在南阳侯府中 是 圣上多次围交苦狼山 最实验无绝帮恐肥 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陪了夫人又折兵 是何人报案 赵大人 这只是小女和舰队之间的一场误会 不是什么大事 本侯自己处的叫 怎敢挠动进赵府 不是大事 侯爷 你恐怕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 赵大人 您严重了 这 这能有什么事 把匪徒给我拿下 是 老爷 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这真的是灭族的 你 怎么 这个人您不能带走 哦 卫府 你 因为他是我们牛府的家丁 牵得卖身器的 那我有权利怎么处置 怎么敢挠动进赵府 侯爷 你确定此人 真的是你侯府的家丁吗 这说话 是要负责任的 这 这当然是啊 本侯难道还会撒谎吗 赵大人 您看 这又是什么大事 将南洋侯府柳志香 姨娘寡许给我拿下 胆敢阻拦者 一律案通话处置 是 不是大人 赵大人 您这是何意啊 传我魅力 南洋侯府 皆可丰满许进不许出 有家上下 一律看管起来 不得是一人逃脱 正上有职 凡事勾结虎狼山突飞者 杀无声 这 赵大人 这是冤枉的呀 赵大人 这是冤枉的呀 没有勾结啊 大人啊 大人留步啊 赵大人啊 里面一定有误会啊 太子殿下到 晋王殿下到 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惊动了赵大人 赵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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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侯百般苏恼 爱子殿下 老臣儿子虽扶不上墙 但绝不会勾结土匪呀 南洋侯 你自己来说 你这个逆子 还不快说清楚 爱子殿下请说 只怪下官 一时私心作祟 担心 这个废头回到 金昭府之后 将剑内 埋凶杀人 只是说了出来 所以想私自留在 府里面 我自己处理了 但 但是我侯补 跟废头是没有半点关系 竟然父亲也承认了 是坏姨娘买凶杀人 还请赵大人公事公办 夫人 夫人 夫人你没事吧 姨娘 牛致 这次的孩子 若是有任何的杀势 我打死你 你干什么 祖父难道没看到吗 父亲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只能有我让他冷静冷静 一个从小拥在乡下来 怎么会如此低落的生活 你到底要怎样 祖父 我只想要一个公道 欢姨娘即使是怀孕了 也该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点代价 你休想 我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 立化室为正妻 今后 我们侯补 他就是当家主母 没有再敢对他不敬 按照家法 弄共打死 父亲当真要立化室为正妻 当然 让一个买凶杀人的姨娘为正妻 当上一品侯夫人的位置 父亲怕是忘了 按照北七律法 是不被允许 难道您故意不将太子殿下和晋王殿下放在原来吗 你给我闭嘴 太子殿下 老臣儿子是口无遮憾 请太子殿下殊垂呀 传本宫命令 华氏有生之年 南阳侯 不得立他为正妻 且所生子嗣 之后 不可继承 南阳侯爵位 姨娘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 我华氏回去看太医吧 刘三小姐 本宫的处置你可满意 谢谢太子殿下 臣女很满意 好了 今天是老活跃过寿 既然事情解决了 无礼兵该等着呢 说愿继续吧 我说三妹妹 今日是祖父的寿命 我们都为祖父准备了寿命 不知三妹妹准备了什么 我自小在乡下长大 见过的好东西 想必祖父都已经看命了 所以我思前小后 只有一件能拿得出手的礼物了 还请祖父不要嫌弃 你猜猜 这是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我现在只想知道 那个小兔崽子藏哪 我娘亲让我来 给外甄祖父喝瘦 你哥来喝瘦 你娘亲就是我娘亲 你外甄祖父 我也是我外甄祖父 我也要给外甄祖父喝瘦 可是娘亲说了 不让你输了 妈妈娘亲 祖父 祖父 礼物已经来了 娘亲 怎么两个一起来了 被莫沙涵发现他俩是双胞胎怎么办 祝外甄祖父 大寿安康 祝外甄祖父 万事奴役 你儿子 怎么给老侯爷当孙子了 不对啊 这俩小孩身量 怎么一模一样 难道真让这小兔崽子找到亲娘 你 你们好我什么 外甄祖父 外甄祖父 我是北北 外甄祖父 我是海汉 是北北的哥哥 这是我和娘亲给你的贺礼 希望您喜欢 希望您身体健健康康 娘亲 想出崽子 无法抵 柳枝 你还真是大胆 身为侯府的嫡女 居然在乡下与人私偷 生下这两个小野种 竟然还敢大摇大摆地带进侯府 你还真是不知廉耻 你说谁是野种 当然是他们两个了 你 我警告你 再敢侮辱我的儿子 撕了你的嘴 祖父 你看他 我不过就是说了两句实话 他竟然当着你的面打我 这两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祖父 我五年前就已经嫁人了 我夫君救了我的性命 为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我就嫁给了他 这是婚书 拿去给外甄祖父 这么大的事 侯府怎么不知道 花姨娘都不想让我活着回来 又怎么会让您看到我的家书 祖父 花姨娘也是为了侯府的脸面 毕竟三妹妹有婚约在身 女儿啊 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 你这个不知简点的匿女 今天我挡着列祖列宗的面 我教训你 你们这两个没教养的小东西 祖父只是教育你们 水性洋化的母亲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畜生 我真是 谁说本王的孩子是野种 谁说本王的孩子是野种 王爷喜怒 老臣有眼无珠 不认识小世子 还请王爷赎罪 柳子的孩子 怎么会和季王扯上关系 你给我过来 长本事了是不是 谁让你在这乱叫的 不要 我要和娘亲在一起 过来 娘亲救我 弟弟会打我的 季王殿下 小世子还小 你打他不合适吧 既然你这么关心我的儿子 那我倒要问你 为什么我的儿子 和你的儿子这么姓 你在说什么 你弄疼我了 你这小兔崽子 三天不打上方街瓦是不是 我讨厌你们 明明就是你儿子 想和我娘亲 你们都滚 伯伯 你要跟我做 对 我讨厌你们 都怪你 娘亲才会被人欺负 你还要跟我想娘亲 你和你爹爹 都不是好人 伯伯 不能这么说 这不是韩汉的错 都怪你 是我要找娘亲的 别人都要我娘亲 就我没有 你为什么要杀他 我不要杀你儿子 难道真的是我小兔崽 还愣着干嘛 快去找小吃子 是 刘三小姐 我奉劝你 最好不要打我儿子的主意 否则 你的下场会很惨 王爷 我这外孙女 从小在乡下长大 不识规矩 请王爷 不要和他一般计较 来人 还不快点把三小姐带下去 是 娘亲 那个韩韩 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北北觉得呢 她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年纪身高也差不多 她也是娘亲的孩子吗 韩韩是北北的哥哥 当年因为一些原因 我们不得不分开 这次来京城 娘亲也想看看她 谁 韩韩 你怎么来了 这是怎么了 我不想和爹爹回去 我想和娘亲在一起 韩韩 为什么不想回家 是不是爹爹对你不好啊 爹爹这个大笨蛋 王府里的侧妃欺负我 我他不要回去呢 贝贝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不是想和你吵娘亲的 那你不能在外人面前吵娘亲 那我在外人面前吵一幕 私下里的吵娘亲可以吧 莫生 我拼命生下来的孩子 你居然任由其他女人气过 我跟你没完 韩韩不想回府就不回了 娘亲养得起你 谢谢娘亲 真没想到 韩韩居然这么喜欢这个柳三小姐 我看就是这个女人居心不了 摆明了故意哄着她罢了 三弟 你不会还忘不了魏少荣吧 莫少涵 你身为北极第一战神 却只与我打了个平时 看来也不过如此 是 魏将军记忆高超 本王甘拜下方 那是 我可是要做天下第一名将的人 总有一天 他要凭你们背棄 我知道 这五年来 你一直在打听魏少荣的下落 可所有人都说 他已经成了南楚的太子妃了 你还在执着什么呢 不堪 他不是能被困在后宫的人 他说了要做天下第一名将的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找到世子了吗 世子偷跑进了后府后院 住下不便跟进去 已经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了 去通知后府管家 找个嬷嬷 把世子从后院接出来 是 三小姐 三小姐快开门 三小姐 奴婢是奉命来接小世子的 我让你进来了吗 奴婢刚刚可是敲过门的 只是三小姐一直不说话 这耽误了接小世子 三小姐能负得起责任吗 世子 你是什么东西 敢对我姨母大呼傻叫的 世子 玫瑰狙子的东西 还不赶快 给我姨母靠着我道歉 对不起三小姐 奴婢知错了 知道就好 还有 告诉我爹爹 就是我不回去了 这 还不快滚 世子呢 老侯爷 奴婢刚刚去接小世子 没想到三小姐不但不让小世子走 还怂恿小世子打奴婢 您可要为奴婢做主啊 这个祸恨 王爷别急 我马上派人再去金狮子殿下 不必了 我亲自去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扣着韩汉不让走 还怂恿他打李摸摸 韩汉是你的孩子 他为什么不想回家 你难道不清楚吗 你什么意思 也是 您是位高权重的亲王 怕是也不缺韩汉这一个孩子 又在这装什么 这么大张旗鼓地来接人 叫谁呢 刘芝 你别得寸进尺 我带你欺负他 你还知道出来 看我不打乱你的屁股 韩汉 你去那边挪着 用一段黑夜 一瞬烟火 借一半清醒梦给我 早知命运目对错 轻声梦因果 却不知那一天 雪落 你来过 用几分舍得来 召唤灵人 我不是要 我签一下 给你你这样的 总有一点 看音的鼻子 你到底是谁 我说了 你不许欺负我娘亲 莫竟然 我再说一遍 快点跟我回去 不然 我可不能保证 做出什么事情 他是你的亲生儿子 身为北齐第一战神 就是这么危险 你的儿子的吗 本王的儿子 还轮不到别人来管教 快跟本王回去 否则 我回去就是了 娘亲 我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找你们 好 娘亲等着你 好 三弟 我看 韩汉特别喜欢这个柳三小姐 她莫非 是你死去的王妃转世 不 我怀疑她就是魏绍容 三弟 这么多年了 被放下了 昨天晚上柳之所用的招数 和当年魏绍容用的一模一样 就算她不是魏绍容 也一定和魏绍容 有着密切的联系 叶依 王爷 去查一下柳之这个人的过往经历 桩桩渐渐 事无巨细 全部报于本王 另外 再去官府查一下 那张婚书的真伪 是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世子在阁楼四活不下了 你说什么 你 我 我 我 莫 敬然 又在胡闹什么 快点下来 我要见娘亲 快点下来 我就要见娘亲 不然我就跳下来 臭小子 你敢威胁我是不是 信不信我打烂你的屁股 这 什么 什么 闻王爷 世子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并没有伤到筋骨 上点歪用药 再配上我开着促进伤口愈合的药 便可 知道了 先下去吧 快起来 我给你上药 不要 我假意 猛虎的我就不想让人不吃药 好好好 我去找柳芝还不行吗 既然柳芝是寻找卫少龙的突破坑 刚好可以利用这个理由留在这里 也真的去找娘亲了 哎呀 好疼啊 还是乖乖躺在团上等娘亲来吧 贝贝 你又发病了 娘亲去给你买药 你乖乖在这里等我 娘亲马上就回来 好不好 你是这里的几等丫鬟 叫什么名字 三小姐 龙婢名叫琉璃 是这里的三等丫鬟 你在这里好好看着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小少爷休息 做得好的话 我会记你为一等丫鬟 谢谢三小姐 三小姐放心 奴婢密一定好好照顾小少爷 小小姐 三小姐吩咐 不许任何人进来 打扰小少爷休息 一个野种 还敢自称少爷 给我滚开 二小姐 你不能进去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她拉开 给我重重地赏她巴掌 不够一百下 不准停 二小姐你不能进去 你想干什么 你母当然是来关心关心 你这个小野种 我的脸好疼 你这个小东西 竟然敢给我下药 我要去找祖父 让你们母子俩不得好死 柳芝 金王殿下这是干什么 那个小兔崽子 吵着要见你 你得跟我回去一趟 去不了 我儿子生病了 我要回去照顾 小小姐 您的孩子打伤了二小姐 我也让您速速过去 王爷 您 您怎么来的 你们处理你们的事情 不用管我 请 拜拜 刚刚刚小姐走了以后 二小姐就带着丫鬟打了我 还想要热水烫贝贝少爷 娘亲 我害怕 只用娘亲给的药粉 撒到了她的脸上 贝贝做得好 你竟然还敢说好 赶紧过来 给月儿归下道歉 给她下跪道歉 她也配 你这是法了你 父亲 您岁数大了 还是少动手 免得伤了自己 三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父亲 明明是你儿子有错在心 父亲也是为了帮我 讨回公道罢了 你也配说公道 首先今日北北病了 她下不了床 你说你来看伯伯 那地上的水壶你怎么解释 是 是她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敢说半句谎话 我就杀了你 爹 救我 爹 明珠 你是越来越不把我这个当爹的 放在眼里了啊 男人 把这个逆女给我拿下 南洋侯好大的本事 为了二女 不分青红皂白的要惩罚三女 不是 金王爷 你也看到玉鹅那身的伤了 定是这个小野种在撒谎 父亲只看到了伤势 这是我今日 没有给北北那包防身的药法 估计北北今天都没有命 看来王爷 今日找我找的可不是谁 我还没有处理好 我儿子今日被诬陷的时间 恐怕不能给你走 根据我朝律法 故意伤害他人 轻则胀则三事 重则直接胀病 侯爷 还不快带人下去领罚 爹 爹 我不要受罚 爹 玉儿 这方式总比长臂讲了 不要爹 不要爹 爹 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吗 我不能跟你走 我要留下来 照顾伯伯 伯伯我会亲自派人来接 要不是韩汉受伤了 你觉得 怎么回事 韩汉怎么又受伤了 闹脾气 从罗上掉了下来 不肯吃药 还哭着喊着要见他 总之归根结底 都是你的原因 你难辞其咎 怎么是我的原因了 算了算了 我跟你走就是了 世子 该喝药了 不要 小心滚开 小子的众 竟然敢对我施眼色 怎么回事 王爷 你不要责怪世子 这臣妾一定要为世子喝药 这臣妾错了 又在胡闹什么 现在不喝药还打人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王爷 凡事要讲个证据 不能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骂人吧 可何况这是你的亲儿子 娘亲 我没有打人 是他欺负我 这个香草 居然将这臣妾没放弃 王爷 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 娘亲 我没有撒谎 这就是他掐的 这是怎么回事 王爷 世子平日顽皮 难免有些磕碰 怎么能断定 就是臣妾所为呢 还在狡辩 我好歹也是王府的侧妃 你怎么能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先不说别的 我们两个一进屋 就看到你爹坐在地上 韩汉身上本来就有伤 怎么有力气 叫你个大人给推倒呢 王爷 刚才的区 是小狮子推了我一把 我才坐到地上 但是我真的不是要伤害世子 你不要被有心之人 挑拨了呀王爷 侧妃娘娘可真会戴高吗 我哪句话是挑拨你啊 小世子身份显贵 你去让他喊你娘亲 这不是挑拨 这是什么呀 我要什么要你管 宠宇兰滚开 王爷 韩汉身上有伤 情绪不稳定 你带着你的侧妃 赶快离开吧 以免含含 病情恶化 王爷 王爷我没有 没听到世子的话吗 快滚 当年我费尽心思 舍弃救了那个小杂种 好不容易才在皇上那里 求得一个侧妃之味 绝不能让这个贱女 毁掉我的一切 王爷 您怎么来了 我来是想提醒你 你存在的意义 就是好好照顾世子 给我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王爷 臣妾知错了 臣妾真的知错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世子的 王爷 都是那个贱女人 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她赶出去 侧妾娘娘 南阳侯府的管家 来接柳枝姑娘 说是 他们的三小姐回家退婚 南阳侯府 是的 王爷今天带回的女人 是南阳侯府的三小姐 从小在乡下长大 和郑贝侯府有婚约 但是 长得丑 郑贝侯府现在要退婚 原来是乡下的村妇呀 把南阳侯府的人接来吧 毕竟 退婚这么大的事 不好当务 是 琉璃 这个是涂脸的药 坚持涂两天 脸上就没有痕迹了 不用不用 奴婢皮糙肉厚的 不用药也能好 脸上都破皮了 如果不涂药的话会留疤的 早晚各一次 谢谢三小姐 三小姐你人真好 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你的卖身妻我会拿回来的 你脸上的疤 我也会加倍给你讨回来 嗯 果然 雾以泪聚 人以群分 柳枝姑娘 这乡下来的野丫头 也只能跟这些丫鬟 亲近 是什么晦气的风 把侧妃你给吹过来 我来找柳枝姑娘 当然是有大事 进来吧 三小姐 这被王府的人过来退婚了 侯爷让您速速回府 婚婚就退婚 叫我回去干吗 可是三小姐您不回去的话 这老爷要是怪罪下来 小人可担待不起啊 要我回去退婚是假 让我给那个便宜妹妹 这脸才是真 这 柳枝姑娘果然聪明 要我 我也不回去 回去了只能被退婚 多丢人呢 现在满京城谁不知道 你柳枝 是个寡妇 还带着一个 不知道是谁的野种 你敢再说一遍 我说 你柳枝姑娘 是个寡妇 还带着一个野种 柳枝 你别太过分 过分 你虽然是寡妇 但我也是正妻 我的儿子是嫡子 还由不得 你一个上不得 台面的小妾来捂住我 我解抗你 你又是再敢捂住我儿子 休克我不客气 来人 快来人 把这个贱人给我拖下去 我跟谁敢动我长青 狮子 今日你说阻拦 到时候 你要找王爷拼拼你 找本王有什么事 找本王有什么事 王爷 今日 南阳侯府的人 派人来劝柳小姐 回府退婚 柳枝姑娘不同意 我好心劝说了她两句 她便大打出手 小狮子还纵容她 王爷 你得问我做主啊 侧妃 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练的 真是龙虎纯青 怎么回事 是她胡说 明明是她仙脚似的 狮子 您不能污蔑我 刚才发生了什么 妾儿们可都看见了 回王爷 我们确实听到柳枝姑娘说 侧妃娘娘是上不得台面的小妾 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王爷 妾身的确是您的侧妃 可我也是皇室的人 柳姑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 我颜面何在 你身为侧王妃 不好好照顾世子 却因为一些小事大动干戈 朝得世子无法休息 失望了本王说的话了 妙妙 臣妾不敢 王爷 臣妾对小世子一片真诚 讨心讨废啊 还好意思说一片真诚 刚刚不还有王爷恐吓世子 我没有 滚出去 王爷 没听懂吗 我和你不乱 小世子还需要你们家三小姐照料一段时间 过段时间本王会亲自送回去 是 什么 靖王不让女侄回来 是的 靖王爷说小世子还需三小姐照顾 还说之后会亲自送她回来 这个贱人 是不是说帮她让靖王了 爹 你个贱人不回来 我的脸怎么办 你快想想办法呀 他一刻是说了 只有下族的人有解药 我不想慧容啊 爹 我知道 现在是靖王不让她回来 爹有什么办法呀 王爷 查得怎么样了 回禀王爷 柳芝从小在乡下长大 天天干农活 没有绣度条件 据说她和同村的一个猎户好上了 柳芝被接到京城以后 那个猎户也不见了 真正的柳芝恐怕早就死了 熟悉的感觉 蛮处的招式 难道柳芝是魏少龙玉荣厚的样子 抓到那个探子怎么样了 那人是个硬骨头 还流着一口气 怎么都不敢开口 就用这个探子作诱 试探一下来 是 手下这就去办 最近你有没有听到 西花园那边的惨叫声啊 听到了 说是王爷在审讯南楚那边的奸细 那惨叫声听着就伸人 最近我们还是少去那边吧 西花园 南楚奸细 你是谁 别害怕 我是来救你的人 我凭什么信念 警惕心还挺高 不愧是魏少龙魏将军培养出来的系组 被打成这样都没有判过 你知道我是魏将军培养起来的 我和魏将军有交情 魏将军骁勇善战 只可惜一年早逝 好你个北极人 居然骗我 魏将军早在五年前就与太子成婚了 全国上下皆知 你是为南楚人会不知道 不可能 五年前就是被太子接受杀死了 怎么可能和太子成婚 说 南楚太子此次派你来北极 目的是什么 那你先告诉我 你究竟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你说了我便可以救你 休想 休想从我嘴里知道半个字 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你就在这里受尽酷刑 痛苦而死吧 既然来了 又何必要走 行吧 这个人 难道他不是我便宜 我是你 王爷好寂寞 不这样 怎么抓得住你这只狡猾的泥酒 莫少害你变态 你这个疤到底是谁要的 不说是吧 那我就看看你的真面 我说我说 你先让这些暗卫下去 我单独和你说好我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我没有 你的暗卫都是男人 我现在一身不折 不太方便 你还知道羞耻 你们先下去吧 是 你到底是谁 这个爸到底是谁要的 你为什么刚才和南楚奸妻说 你跟卫少蓉有交情 王爷很想吃的 说 王爷你放开 有话好好说 你 富尔贵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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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饶不了你 我给你拼了 你脸上的太极是假的 我不会认出我是她的新婚妻姐吧 你是谁 你不是柳枝 为什么要假扮柳枝 看来莫是寒不敬 和她有过一夜情的王妃长什么样 我确实不是柳枝 真正的柳枝 早就和她的情哥哥双宿双妃了 我不会是成人之美罢了 你倒是挺坦白 你知不知道冒名顶替在北齐可是大罪 你就不怕本王治你的罪吗 堂堂靖王 想要治谁的罪还需要理由吗 你胆子果然挺大 我胆子大不大 靖王殿下不是早就知道了 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当然是我亲生的 不然我能帮别人养孩子吗 那你为什么对韩瀚那么好 那那是因为我和韩瀚投缘 韩瀚惹人喜欢 好了我要回去看北伴 会不会当年许悦 生下的双生死 你儿子今年几岁了 南楚人还是北齐人 北齐人今年四岁半 他爹死了 坟头草已经长到三尺多高了 你不会还问他买哪儿了吧 买哪儿了 难不成你还想去挖坟 如果你想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靖王殿下 我就只是一个带着儿子来寻药的寡妇 等我找到要治好我儿子 我们立马就离开京城 绝不骗 找药 对 我儿子从小身体弱 我这次来京就是为了给他寻药的 对了 韩瀚的伤也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我准备离开了 刘迟 你到底是不是寒寒的事 又有为少容有什么联系 你 你这个贱人还知道回来 二姐 你就是这么欢迎我回来的 你这个畜生 快把解药拿出来 快 你知道这段时间 约是怎么过的吗 爹 柳月不过是毁了容 他想要害我儿子 我对他已经够仁慈 爹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 把心肠态度的畜生 快把解药拿出来 父亲别忘了 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我吧 求人呢 就要有个求人的态度 你 你什么意思 要解药可以 答应我三个条件 你居然还想提条件 我为什么不敢 这解药可是在我手里 好 你说 我要什么条件 第一 我要琉璃的卖生器 琉璃是谁 一个丫鬟 一个丫鬟 你值得你这么大展起 我答应你 你说还有什么条件 第二呢 柳玉儿有一个丫鬟打了柳璃 我让那个丫鬟自己戳自己一百个巴掌 她要是打得不够用力 就让家丁用鞋底筹 抽购为止 好 第三 我要柳玉儿亲自给我儿子道歉 凭什么 凭什么让我跟那个野种道歉 对啊 就凭 解药在我手里 你要不答应也行 这解药啊 需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炼制成功 但目前只有这一刻 为了你的这盏力 咱们先道个歉 过几天就是羡慕我的记忆 你要是回复得快的话 还能过去露露的眼 爹 我不甘心 我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气 把脚给我 急什么 你那三个条件还没有完成呢 柳汁 你别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比起你能对一个孩子下手 我简直慈悲得不行了 你这毒要是不解的话 过几十日就会生驱逐了 受腕虫啃尸的痛 到最后你的脸上只会剩下一堆白骨 别说了 你放心 你也不会死 别说了 我道歉 我道歉 能不能给你这解药 我道歉 就看你怎么做了 二姐不是来道歉的吗 怎么 我道歉 柳汁 你还想怎么样 你还想怎么样 我只是想提醒你 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道歉要有道歉的态度 至少要侦察 弯忧之情 好 姨母给你道歉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既然我儿子都已经说了 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二姐 二姐 以后离我儿子圆顶 柳汁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 你是说 那个女人一回去 就把南洋侯和柳玉儿 当场教训了一段 是的 死亡就知道 那个女人 到了哪儿都是个祸害 三弟 你这样监视人家 有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 我怀疑她就是寒寒的生母 我怀疑她就是寒寒的生母 我会趁着这次祭典 好好试探她一番 生母 如果柳汁 真的是那个小杂种的生母 那我岂不是没了存在的意义 得想办法尽快除掉柳汁 去 帮我给柳二小姐带句话 就说我要见她 是 侧妃娘娘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 柳二小姐 我听闻 你被那柳汁毁了容 是啊 要不是那个贱人 我也不会半路 又出不了门 还要为了个解药 被她羞辱 竟有这样的事 要是换作是我 我一定会找机会 好好报复她 最好让她 永远消失 永远消失 柳玉儿 这次你可别让我失望 你们 有什么事 对香喉喉不敬客是重心 我看你如火花旗 南洋侯府上前进香 你想害我 伤算你所与 二姐 这香怎么断了 这 这不是陈女 是这香自己断的 你在藐视皇室的威严吗 皇上恕罪 陛下 小女第一次 参加如此声大的宫尾 能够没有些紧张 还请陛下恕罪啊 陛下恕罪 陈女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香真的是她自己断的 还请陛下 再给陈女一次机会 罢了 再给她几根香 谢陛下 快 保护皇后的灵魂 水水水 闪开 太子妃 来人 太子妃受到惊吓 突发心急 快宣太医 将先皇后灵魏 暂时移送到麒麟堂 正安先时好再去看 是 两个孩子 也一并下去休息 先是灵前断香 现在又受灵魏 还得太子妃 受到惊吓 心急发作 是想烦了不成 军涵 全在 给朕 把这个不禁之人揪出来 是 不是我 可不要抓我 不是我 皇上明亲 不是我 爹爹救我 不是我 你对先皇后灵魏大不敬 朝下滔天大祸 居然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是柳枝 是柳枝要害我 请皇上明鉴 谁是柳枝 谁是柳枝 陛下 臣女便是 此人指控你陷害她 才闯下大祸 你有什么要说的 陛下 臣女没有陷害她 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指控臣女 还请陛下明鉴 柳枝 一定是你害我 你怎么这么怠毒 你确定是我先害你 除了你 还会有谁 我为什么要害你 你是做了 什么让我记恨的事情吗 不就是因为上香的时候 我推了你一把 想让你撞到先皇后的灵魏 没想到你这么怠毒 竟然用同样的方法来害我 你简直是 骨子里烂透了的畜生 柳枝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你说的都是实话 当然是实话 你还不想承认 做梦吧你 陛下 上香的时候 我确实感觉有人推了我一把 我以为是她太过紧张 不小心推的 按照她的说法 柳枝 你是故意人 所以你这么歹毒 用同样的方法来害我 想让我闯上明天大祸 你这个贱人 我真是 你还知道这是掏钱大祸 按照你刚刚说的 不是你先想害我了吗 你是个孽阵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陛下 想念 想念他只是一时糊涂 请陛下开门啊 一时糊涂 就敢对先皇后的灵位大不敬 念在 这是皇家祠堂不能见喜 就赐你毒酒一杯吧 陛下 是有人指使我 说 谁指使 是他 是夏阳要指使我的 陛下 臣女没有 臣女与柳二小姐并不熟悉 怎么会指使他 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呢 胡说 陛下 是他找的我 是他找的我 他还说了 陛下 昨日 我的确遇到过柳二小姐 可我只是想关心下他的伤 你胡说 昨日柳二小姐跟我说 柳三小姐处处与他作对 我只是提醒了他一句 让他上香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着点 千万别出了差错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居然 能起害人的心思 陛下 臣妾所言 这句属实啊 陛下 砸活你这个贱人 陛下 臣妾这么多年 一直专心复习这小狮子 从来 都不管那些外面的纷争的 说的可真挺 如果不是我见过你的另一名 我都要信你 朕知道你救过韩瀚 朕相信你 完了你干什么 把毒蛟给滚下去 是 我不要 陛下 陛下开门吧 陛下 别救我 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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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玉儿 玉儿 你怎么样 玉儿 玉儿 二斤 你这回知道 什么是恶有恶报了吧 陛下 太子妃病情凶险 玉衣也束手无策啊 父皇 柳枝略懂医术 不如让她试试吧 他们不能进去 为什么 男女有别 他们去干嘛 那我先把贝贝送回去 节省时间 她和韩瀚在外面等着就行 她不会是想吃开了 单独和贝贝相处吧 怎么 不放心本王 害怕我吃了你儿子 王爷这是说的哪里话 贝贝从小性格孤僻 不愿意搭理陌生人 这是有 不小心得罪王爷的地方 本王不跟小孩子一般计较了 这总行了吧 贝贝 娘亲要进去看太子妃 你跟韩瀚在这里等娘亲好不好 娘亲放心 贝贝知道了 没有了柳枝 在这个孩子身上 便可以轻松掏出血 过来 我要和你谈谈关于你娘的事情 没什么可惜 就是 臭爹爹离我们远一点 伯伯你别过去 我爹爹可坏了 他会欺负你的 臭小子 我可是你亲爹 伯伯是我好兄弟 那个 就是你把柳玉儿弄得毁中的毒粉 你娘给你的 怕了吧 那就离我远一点 怕 我可从来都没有怕过 不过你这小家伙跟你娘还挺像 都挺凶的 不过 你娘有没有告诉过你 在遇到强大的敌人的时候 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底牌亮出 不然的话 你就没有底牌了 还给我 要我还给你也可以 不过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不会告诉你 娘亲的事的 我知道你娘不是柳枝 她都告诉我了 你放心 我不会问关于她的秘密 你怎么会 她自己告诉我的 你不信可以去问她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北 你不姓刘 你叫什么 徐北 徐 跟谁的想 当然是我爹 你爹 那你爹人在哪 死了 娘亲说我是姨父子 我爹爹本头草都比我高了 她是哪里人 怎么死的 埋在哪 贝贝没有爹爹 她已经很伤心了 你不要再问了 你看她都要伤心的要哭了 贝贝 你为什么总是戴着面具呢 我知道 是因为贝贝在眼上长了疹子 不能见风 没错 哦 起过疹子 那你把面具摘了给我看看 不可以 让你听说不可以 会恶化的 你把面具摘下来 我保证你不会吹到一丝风 你这种理由 偏偏韩韩也就罢了 还想骗本王 真以为我跟她一样没脑子 骗我 谁骗我 我可没有骗韩韩 我脸上确实起过疹子 起过 对呀 起过疹子 但已经被娘亲战好了 哪里有你们还一直戴着面具 我习惯了 我就喜欢娘亲给我做的面具 我才不要摘下来 你这是跟我闹脾气了 没有 药包就当分也好了 我不要了 你娘秀的药包 真不要了 既然你不要了 那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扔了好了 不许扔 那是我娘亲的 转过来 让我看看 我才是让你耍炸 耍炸又怎么样 我就是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我给你看 但是你看了之后 不能再纠缠我娘亲 好 好 哇 贝贝你好漂亮呀 居然没有一种的痕迹 难道说我想多了 贝贝和药汉并不是双生子 贝贝你那么漂亮为什么还要戴面具啊 不许说我漂亮 为什么 小姑娘才说漂亮 我是男孩子 男孩子也可以说漂亮啊 哦贝贝 你不会觉得自己像小姑娘才一直戴着面具的吧 是又怎么样 贝贝 贝贝你好可爱 现在看到我长什么样 满意了吗 以后别来纠缠我和我娘亲 我讨厌你 你放心 只要你和你娘安分守起 我绝不屑于纠缠她 好 王爷 王爷 云总管派人送来即兴 请王爷过目 大庭园主人出现 一遇为上空无关 通知龙铃未集合 速速跟我下山 进 娘亲 哎 贝贝 你的面具呢 是爹爹耍炸摘下来的 他还故意吓唬贝贝 贝贝 他还干什么了 他非要看我的点 臭我不故意把我的面具摘了 幸好我早有准备 面具侠还贴了一张面具 那他有没有在说什么 当你安分手起 反正以后他说 不来周餐娘亲咯 太好了 贝贝 你的斗篷呢 啊 好像忘在马车上了 夜间天气凉 你们两个回屋等着 娘亲去给你拿斗篷好不好 好 去吧 大胆 柳枝 你好大的胆子 感同宫里的东西 夏瑶瑶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拿宫里的东西了 这衣服的面料和做工如此精细 静王府都没有 你看就是功力 你还敢不承认 你说这个呀 这个是我儿子的斗篷 我家里有好几件的 什么 怎么可能 你一个乡下来的村妇 哪弄这么好的东西 还有 你那个小野种 根本不配穿 你肯定是头子 夏瑶瑶 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的 你不配穿 我代表别人不配穿 你敢打我 你这个贱人 等我禀告皇上 偷写宫中之物乃是大罪 你等着做老板 谁给你的自信敢这么跟我叫嚣 刚刚上香的时候 是你让有缘 幸好我的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看 我可是静王府的侧妃 静王府又算什么 不管莫绍涵对你是真情还是假意 都和我没有关系 说起来 就凭你这么多年来 百般吸入涵 我都能要了你的命 来人啊 不好了 走水了 走 北边和海海在里面 那个前日 他居然真的想杀了我 我要让他 不得好死 来人都在这儿了吗 陛下和太子都不在 静王呢 静王带着龙凌威下山了 也不在这里 走 求陛下 麒麟 麒麟 麒麟是什么意思 陛下是不是遇刺了 求陛下 请 好陛下 你看了 黄主夫就在前面 我要去救他 哈哈 你和北北待在这里 哪都不许去 听到了吗 有此刻 保护陛下 照顾好他们两个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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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是谁派你来刺杀陛下的 不说是吧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不行 我再问你一次 是谁派你来的 看你身手不像北京 轻盈凌武 又有军众的味道 你是难处军队的人 居然是死尸 走 陛下是被宽菜殿内了吗 晚山过后 陛下说 想和西洋皇后多待会儿 不想其他人打扰 我当便在门外守卫 午夜时分 屋内突然传来巨响 可殿门怎么也打不开 我当正在想办法 却看见前殿突然失火 这事 刺客便随门而入 所以你们也不确定陛下的安全 万一里面有刺客呢 陛下在里面多久了 所以 再想办法 我有办法了 陛下 陛下 救陛下 救陛下 陛下 别 干 陛下 陛下 救陛下 救陛下 陛下 你没事吧 陛下 冒犯了 怎么是你 薛海呢 薛统领在外面 黄教祠堂着火了 很多刺客隐藏在宫中 金军损失惨重 什么 陛下 你先不要激动 民众的毒针 毒素已经蔓延到全身 想要活命的话 必须立刻八度 你要信心保住 朕的命吗 有 好 那就 罢毒吧 今晚 这场刺杀 是真对朕来的 朕不能死 否则 军如巫手 被骑 必定出乱子 知道 朕为什么相信你吗 臣女不知道 朕听说过你 柳枝 之前 韩瀚跟我提过你 他想让你做他的娘亲 甚至 求朕 给你和靖王赐婚 朕觉得 他既然这么相信你 看来 你也坏不到哪儿去 韩瀚当真这么说 不过 朕没有答应他 因为 之前答应过他的爹爹 只给赐婚一次 以后的婚姻 让他自己做出 朕 绝不敢说 陛下说的赐婚 是五年前 靖王跟靖王妃的赐婚吗 陛下 管口气 臣女先为您拔毒吧 陛下 这些毒针比较纤细 已经刺入了你的皮肤肌里 必须划铺皮肉清理出来 陛下请忍耐一些 朕既然把命交给你 便无惧痛苦 你照常做便是 多谢陛下 你的医术啊 是不是之前学过啊 是 陛下 陛下 臣女有个问题 冒昧想问一下陛下 吗 当年 你为什么要给济王赐婚啊 这话是什么意思 之前有听海汉说过 靖王根本跟那个许家小姐 毫无半分情侣 你也不是冷酷的父亲 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儿子 娶一个毫不喜欢的女人 陛下 你要是不方便说的话 您就到臣女没有问过 你好大的胆子呀 既然知道貌美 还胆敢问出口 陛下 您在臣女心中 是一个明辨是非的明君 所以今日臣女冒死前来相救 想必陛下也不会怪罪臣女吧 你这是给朕戴高帽子了吧 让朕想罚也罚不了你 陛下明鉴 臣女没有这个意思 朕西夏皇子皇女不少 公主也有几位 他们尚不敢跟朕说 让朕不要计较他们的冒命 你却敢说 你是仗着憨恨喜欢你 便在朕面前 放肆了吗 陛下 臣女就算是胆大妄为 也绝对不是因为小世子 难道 你没有因为韩国喜欢你 就心生欲练 妄讨潘父亲王府 已飞升天了吗 没有 臣女从未想过潘父亲王 比起这个 臣女更喜欢小世子 恨不得把她拖回家去呢 陛下 朝剑简末 临近眼这里 等太医来了 再做处理 陛下 这些毒针先收着 对颜值解药可能会有帮助 陛下 属下救驾来时 还请陛下恕罪 陛下 小世子被人捉走了 往哪个方向去了 他们往那边走了 小孩 你去知上那位姑娘 一定要把韩寒找回来 是 贝贝 你们在这吗 贝贝 贝贝 你吓死娘亲了 不怕不怕 不怕 乖 娘亲在这儿 娘亲看看有没有受伤 没事吧 贝贝 韩寒呢 韩寒她在这儿吗 娘亲 韩寒把自可引走 你快去救她 究竟怎么回事 你跟娘亲好好说说 自可跟我们 韩寒 让我躲在这个水缸里 然后我听到一声梦响 韩寒好像被达人带走了 然后我就听到自可说 下铃上什么的 看来这些刺客是有备而来 可能他们的目的就是韩寒 怎么办娘亲 韩寒会不会有危险 贝贝放心 娘亲这就去找韩寒 既然这些刺客是有备而来 那回去的路上 一定会有线索的 我去 刚好 我跟薛统领回正殿 娘亲去把韩寒救回来 好不好 你回去禀告陛下 就说刺客往山林那边跑了 时间来不及了 我先过去 你让陛下再派些人马过来 是 王爷 这些难处人都是死士 属下无能 没能查出任何东西 王爷不好了 昨夜巷五四失火 小狮子被抓走了 什么 父皇有没有受伤 陛下被柳三小姐救了出来 暂时没什么大碍 小狮子暂时下落不明 柳三小姐你追了过去 陛下也派人跟了过去 糟糕 中计了 这些人果然是死士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那边 叶一 你率兵回乡国寺保护陛下 我去救狮子 是 之前杀的刺客 怎么不找些简单的办法 非要往深山里面钻 柳枝 怎么是你 你把我当刺客了 你不也是 既然都是同一个目的 正好 我们可以一起找 不需要 本王自己的儿子自己救 我这找了一半 你让我回去 那又怎么样 韩寒跟在你身边被抓 本王还没找你算账 那韩寒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这个帮颠的在哪里 算了 我也不想跟你吵 韩寒我一定会救的 我答应过贝贝 一定会把韩寒安全带回来 我自己的儿子自己救 有十几个人 棚子里的人应该更多 这里位置太差了 根本看不到韩寒在哪 你跟他们交过手 他们本事怎么样 不好对付 他们应该都是精心训练的精润 配合都非常默契 伸手灵活 擅长拥抱 而且佩戴暗器 跟本王遇到的那些人一样 他们果然都是疑伙的 什么意思 昨天傍晚本王收到信 说有大批的男处人出现 所以你就追出去了 那你发现什么没有 他们都是死士 和王府里的那些刺客一样 你怎么看这件事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别装了 本王听得清清楚楚 你对男处的事情了如指掌 还想救那个刺客 你敢说你跟男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你说不清楚 你还怎么想怎么想 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样 拜托 你儿子被绑架了 您不想着救你儿子 反倒这里跟我争论 有意思吗 二统领 二统领来了 他们街头都这来了 二统领 您来了 人呢 在里面 莫锦人 莫绍汉唯唯一的子 是他没错 人我带走 你们马上撤离 这里有危险 是是 跟我走 他们要走了 快点动手 狠狠就交给你了 多残忍 这天向来是红红 去世空空 回首开了天空 是你 是真分 是真正设计算 要让我 是我欲准 是我天人 是要相动 缘分若停 轮回何用 救命南枝 救我 把帽子摘下来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把帽子摘下来 你是谁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是南楚人 还是北齐人 不敢承认吗 你们南楚人 都喜欢藏头藏尾 像阴沟里的老鼠 不敢见人是吗 那也不像你们北齐人 个个阴险狠辣 不豺狼一样 被敌人形容成豺狼 证明我们强大 多谢你的夸奖 所以你是南楚人 说 是谁派你来的 要是莫绍涵亲自来问的话 我倒不建议多说几句 毕竟是老熟人了 但是你 区区走狗之辈 还不配和我说话 熟人 你跟莫绍涵认识 站住 再不影响 我杀了你 跟在我身后 保护好寒安 真是千挑万选 选了一条死路 莫绍涵 真是好久不见 你是谁 时日的老熟人了 不困去须五年不见 你连我生意都听不出来 真是贵人多忘事 本王没有你这样 藏头鹿尾的熟人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 这叫自作多情 自以为是个人物 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 殊不知 别人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 这个劲儿 给我闭嘴 你居然敢骂我娘亲 娘亲 你管他叫娘亲 莫绍涵 你居然娶了这么一个丑女人 做王妃啊 当年你是北齐的第一战神 居然当众圣书 求娶我们胆楚的魏绍龙将军 但是你没想到 他转身就嫁给了太子 不过更让我震惊的是 你居然转而娶了这么一个丑女人 你们两个真是笑死人了 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废话说完了吗 南楚的太子妃跟本王有什么关系 你说这些就是为了让自己死得更慢一点吗 莫绍涵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我唐妹为什么选择了太子 而不是你吗 本王没兴趣知道 我记得我这个唐妹从小命运悲惨 被太子送上战场以后 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晋王殿下你 论起来 他还是踩在你头上上位的 可是你没想到 我们太子才是他的心知所属 魏绍龙那个贱人真是好命 在战场上有你帮他扬名立功 瞎了战场 太子又将他纳入了后宫 他一个下贱的兽女听什么 不管是魏绍容还是莫绍涵 他们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过是一个在背后 爱绞人舌根的跳梁小丑罢 连他们提鞋都不配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既然不肯束手就擒 那就受死吧 他跳下去了 看来他早有阴谋 你对附近地形熟吗 知不知道断崖下面是什么地方 不用了 来不及了 就这么让他跑了 只要他还在北齐境内 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王爷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先带世子回去吧 是 走吧 先回草棚那边 看面相 也看不出是南楚人还是北齐人 莫绍涵 你过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死士营的烙印 你没见过 那是什么 十年前 宇文叶在南烟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军营 专门培养死士 里面什么人都有 但凡从里面出来的 后脖梗都有这个烙印 十年前就成立了 我怎么不知道 他背后还有这样的事 你说的是谁 宇文叶啊 宇文叶手底下有什么事例 你很清楚吗 你很了解他 四皇殿下说笑了 宇文叶是南楚太子 我怎么会了解他呢 宇文叶在七国也算是一号人物 别人见了他都会尊称一声宇文太子 但你每次提起 却都直呼其名 有吗 北齐跟南楚本来就是敌人 我没有必要对他太恭敬吧 不像我 对你皇兄一直都是恭恭敬敬的 俗话说 亲事有别吗 亲书有别 谁是亲 谁是书 肯定是北齐是亲 南楚是书啊 是吗 本王倒觉得能直呼其名的 反更亲切 今晚误会了 我没有 误会也好 事实也罢 你最好摆清楚自己的立场 站在北齐的地盘上 少做吃里扒外的事 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 你什么意思 把话说清楚 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吃里扒外了 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 要不是看在你今天救了我父皇的份上 早就杀了你 最好别让我抓到什么把柄 否则 否则什么 你想杀了我 如果让本王抓到你的把柄 你试试 我说啊 我刚刚才读之原来 你曾经求去过我 但是你现在居然又想杀了我 我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针对我吗 从我回京第一天开始 你对我的怀疑就没有消失过 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寒寒力有所痛 自我住进王府开始 你就一直派人盯着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花园里那两个人也是你安排 爱卸出 莫少汗 我到底何等何能 在你眼里如此心机深沉 做什么都是错的 做什么都是别有目的 你这么针对我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什么 你在本王眼里 和那些刺客是一样的 你谁是何心 仇 我 我属于 你 我属于 不属于 我的 命 与 苍头 苍尾 其心 可 除 你顶着一张虚假的面具出现在本王面前 还怪本王怀疑你 你不觉得可笑吗 就因为我不肯露出真容 你就什么都往坏处想 你身份来历不明 还怪本王怀疑你 要不是本王一时拿不出确切的证据 你觉得你还能活到现在 你果然对我有杀意 上次在地牢也是 如果没有韩瀚在的话 你早就想杀了我吧 你知道就好 这样吧 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之后 立马离开京城 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 和韩瀚身边 这样行了吧 你说什么 你不是一直怀孕我吗 那我就远离韩瀚 这样还不行吗 韩瀚对不起 你要亲一想一直看在你身上 你哭什么 谁活了 我才没有 你倒是打了一手好算吧 现在韩瀚根本就离不开你 就算你说你要走 他也会跟本王闹脾气 这样吧 我允许你陪着韩瀚 不过你要把你的一切都交代清楚 如果你非要跑跟文帝 我说出来的也不会是实话 我跟你说过 说了不能说就是不能说 你这是打算跟本王硬扛到底吗 不是我非要跟你硬扛 是你非要问个究竟 我总是要跟你说过 一直问别人的私事 不是一些好习惯 为啥容易说不成功 看来谈判彻底失败了 既然我们都不肯让步 那就没有办法 我们各凭本事 敬王殿下 你想跟本王各凭本事 未免又得太自不量力了吧 那可未必 有些事情查出来是你的本事 查不出来是我的本事 总之我不想说的话 谁也别想从我嘴里说出一句 原来如此 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 装作一副委屈求全的样子 发现达不到目的 便不装了是吗 随你怎么想 臣女参见陛下 起来吧 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 臣女能猜到几番 说说看 昨日臣女去救韩汉时 陛下派人跟着臣女 现在韩汉就回来了 陛下想见我 想必也是因为此事 听你这么一说 就回韩汉仪式 都是你的功劳咯 卢阳是晋王殿下的功劳 臣女只是从旁协助而已 王总书 你冲朕既没弄也做什么 朕又不会为难他 罢了 朕听闻晋王父子 已经说过这件事 你救韩汉有功 也难得在朕面前 不邀功务 既然韩汉已经救回来了 说吧 想要什么赏赐 臣女不敢要 陛下的赏赐 这次韩汉被抓 是臣女的疏忽 照看不力 虽然有些危险 但臣女也算将功补过 所以臣女不敢奢求赏赐 当真不敢奢求 当真 只要韩汉相安无事 臣女就已经很知足 不需任何赏赐 若是如此 朕就当你将功补过了 你可别后悔啊 臣女不后悔 除了韩汉的事情以外 你昨晚还救了朕 也是部驾有功 你有什么想要的赏赐吗 回陛下 臣女确实有件事情 想恳请陛下 什么事 臣女听闻宫中库房里 有着无数珍贵药材 所以臣女想斗胆恳请陛下 臣女是否可以 进库房挑选几件 只有这些 你就不想求朕 其他的事吗 臣女什么都不缺 除了这件事情外 没有什么想求陛下的 你救驾 可是大人 你就有其他的事 要求朕了吗 陛下什么意思 臣女不太明白 还请陛下明示 难道你就不想 为柳家求情 好 您不还在试着 柳家闯下大火 陛下施以惩罚是应该的 你就不怕朕再次追究 夺了你们柳家的爵位 柳氏教女不当 受到什么惩罚都是应得的 况且 臣女也不该干涉陛下的决定 你能这么想 不错 虽说国有国法 但是俗话也说法力之外 仗有人情 柳家毕竟是您的母族 你眼睁睁地看着母族败 身为子女 难道你就不打算为他们求情吗 这皇帝是什么意思 自古有言 忠孝不能两全 在臣女看来 终在前 孝在后 君权便是父权 国法便是家规 所以 臣女听从陛下的安排 这么说 你是不打算为柳家求情了 即使 朕下令把你父亲打入天牢 你也不为所动吗 即使父亲被打入天牢 臣女也相信 陛下会秉公处理 无需臣女特意求情 很好 看皇帝这次样子 看来是不想留下他要侯府了 我得想办法 和侯府撇行关系才行 王主书 这两句都该放心了吧 我只是试探他两句 你就等不及了 我早就说过 娘亲不是这种人 既然皇主书也问完了 答应我的事 可不能忘记哦 忘不了 你整天在朕的耳边 唠叨的都起剪子了 小小年纪 嘴巴这么碎 难怪你爹爹平时烦你 我还烦你爹爹呢 他最讨厌了 柳芝 跪下听旨 柳家之女柳芝 于昨夜护驾有功 朕分工行赏 于封安平县县主 向郑二品县主爵位 领赐金中府邸一座 黄金千两 安平县县主 昨夜就禁王世子有功 此功牌一枚 可自由出入宫门 带回京后 入宫中库房 自行选择赏赐 你现在算是提前戒指 还不赶快领至谢恩 臣女戒指 谢主隆恩 起来吧 现在 你总该满意了吧 谢主书最好了 安清 可不可以 我跟你们坐一个马车呀 哈哈 你爹爹是不会同意的 这娘亲和北北来 我的马车上就好了呀 这也不合适呀 要不然这样 我让北北 跟你坐一个马车好不好 好 静王殿下找我有什么事 你儿子呢 被你儿子拐跑了 寒寒 他现在就在寒寒的马车上 你不知道 这御驾都要启程了 你没去马车上见过你儿子 本王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既然你不是柳枝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家眷亲人 没有 是本就没有还是已经不在了 姓王殿下问这些做什么 你不是说我一直对你有偏见吗 如果不想被我误会 最好如实回答 真有意思 那我就看在 受了你父皇恩惠的面子上 勉为其难的告诉你吧 我是个孤儿 自小无父母母 一直都没有亲人 从有过一任夫君 可惜啊 是个爱记仇的小气鬼 某一天呢 我们两个吵架 我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所以就合理了 伯伯是我的孩子 现在归我呀 你夫君是谁 姓王殿下 不是夫君 是前夫君 你问这个做什么 本王就是想看看 你前夫君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会娶到你这种女人 上辈子真是缺德 我这种女人 我怎么了 我哪里不好猫 嫁给你这种男人 才是上辈子缺德了吧 所有人都被你怀怀气死 你们两个妻子都缺德 管他了 你是不知道 我那个前夫君啊 简直就是个人间极品 白白长了个聪明性 实际上 又蠢又笨又气人 关键事 他那心眼 比真尖还小 你稍微得罪他一点 他就会记仇到下辈子 非要报复回来不可 关键事 他这个人脾气还不好 又霸道 又爱欺负人 仗着自己有点本事 简直心比天还高 可可烦他了 要不是 他长得还算好看 才不可他睡 后来我们就吵了一架 我觉得这日子 实在过不下去了 我就一直修书 修书 你写过修书 完了完了 没想到陌生海 居然还记得那封修书 说 对 是我让他 一纸修书修了我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你刚才说日子过不下去 就一纸修书 听你的语气 倒像是你一纸修书修了他 静王殿下 您怕是听错了 我 我 你刚才说着你前夫的种种缺点 各种不满意于言评 以你这样的本事 哪个男人的后院困得住你 更何况你又怎么会让一个 你处处看不上的人 羞虑 你误会了 我 对我情夫君也没有那么不满 更没有看不上他 不是我这儿这么多事 想起死你就这么难过来 本王没时间和你浪费 你刚刚说什么 你修了你的前夫 是 我是修了他 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说 毕竟传出去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以我对来都说是他修了我 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 这么说你还挺为你前夫考虑的 这一日夫妻百人呢 靖王殿下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前夫的事情了 您今日特意来 不会只是为了说这件事情吧 当然不是 这个男的夫君和我又没有关系 我也是不会生气 那靖王殿下 近日来是 你和你前夫因为什么事情吵架的 你不是说因为你们吵了一架才合理的吗 那欠 我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共事一夫就合理了 女子善妒是犯了七出之条 所以谭不拢呀 我这个人有洁癖 眼睛里融不得沙子 还不等他拿七出之条来凶我 我便凶了他 大家好去好下嘛 你倒是挺想开的 好了好了 靖王殿下 我前夫的话题到此为止吧 已经过了好几年 没什么好说的 咱们说点正事 靖王殿下 您今天找我来 到底是因为什么 龙凌卫追踪到了刺客的行踪 本王想这边看看 所以呢 你带多少人吗 一人 多少 你一人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带你的靖瑞手下 只带我一个人 没错 那北北跟韩汉呢 马车会随御驾回京 直接进宫 只有宫里最安全 那路上万一有刺客怎么办 有龙凌卫和禁军 还有暗卫守护 哪个刺客敢不要命 行 我跟你去 正好 我也想搞清楚他们的来历 什么时候去 日落时分 那我先看一下孩子们 好 娘亲 让我看看你们两个的脸 哈哈 貝贝 娘亲要出去办点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你们两个 要一直待在一块好不好 好 貝贝 你也不用回柳家了 一会儿跟韩汉就待在一块 等娘亲过来接你们 好不好 好 娘亲 会去布格吗 会有危险吗 我跟靖王一起出去打探一下情况 不会有危险的 虽然爹爹很坏 但是娘亲在她身边一定会很安全的 好吧 那娘亲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们两个要一直待在一块 别让娘亲担心 好不好 好 娘亲 我会照顾好北北的 去吧 去吧 莫绍桓的儿子呢 大哥 本来计划已经成功了 结果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个黄毛丫头 把我们计划全打乱了 我们的人也只剩这么几个 什么 一个小丫头 殿下培养你们这么长时间 居然连一个小丫头都打不过 你们真是废人 这个大统领的声音好熟悉 你认识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既然这么说的话 进局里看看就知道 莫绍涵 你居然敢自投罗网 手下败将 前脚还落荒而逃 现在又在这儿耀武扬威 你这贱人 要不是因为你 向国寺的计划怎么可能失败 我们策划的那么周全 全被你竟竟然毁了 砍了我一只手 尽竟我就让你死无全心 就你那漏洞百出的计划 也好意思说周去 魏家的聪明人是不是都死光了 你这个蠢货来出头 魏家整个家族 怕是后继无人了 居然敢侮辱魏家 我说的不对吗 谁不知道魏家这一代 个个都是酒囊饭带 让一个小小的庶女来尊光 说你们是废物 怕是侮辱了废物两个字 贱人 我去死 贱人 我去死 麻烦 一起上吧 上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去死吧 沐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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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沐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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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快不要说话了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帮你包扎伤口 你怎么这么傻 这么大的包栈你也该往上冲 不是一直怀疑我有目的吗 干嘛还冒死救我 我就知道 靖王没这么容易死 你还敢来 我为什么不敢回来 我要亲眼看着靖王死去 不过你也真是福大命大 靖王居然豁出半条命来救你 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不过只是个女人而已 你们几个 必须要趁着陌生涵昏迷的时候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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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 还要护着莫少汉 你先去地府等着他吧 你是什么人 师父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答应过为师 会照顾好自己的吗 现在这又是什么情况 这不是等师父来救我吗 把这药吃了 我问你话呢 你是什么人 师父 我有话跟他说 公养器 原来无恙 你是谁 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知道 你已经是因为没用的棋子 你胡说 太子最重视的就是我 你不要在这里危言送听 重视 宇文叶那个人 他怕是除了皇位 什么都不在乎吧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直呼我们太子的名讳 他要是在乎你的话 怎么会派你一人支身前来 胡说 太子专门给了我死是赢的人 就这些人 未免也太瞧不起北齐了吧 北齐与南楚交战多年 难道他不知道北齐的能力吗 就给你派了这么点虾兵蟹将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可是太子的心腹 心腹 他都能一见杀死 从小养大大的魏绍蓉 别人的命在他眼里 根本不知一提 他的心里只有皇权富贵 你怎么知道魏绍蓉他 因为我就是魏绍蓉 不 师父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这不是这么长时间没见你 想来看看 没想到 再半路就遇见 还搞得自己这么狼狈 我的好师父 你这不是来救我了吗 多亏了我武功盖施的好师父 你呀 我这寒 你醒了 你没事吧 还难受吗 还难受吗 你怎么受伤了 他是谁 他是我师父 多亏了他 我们两个才能活下来 原来 这就是北辈那个不负责任的便宜地 你 你刚才跟那个男厨人在说什么 怎么不说话 到底在说什么 没什么 我就让光阳七束手就擒 本王听到了 撒谎也要有个限度吧 没撒谎 就是你听到的 好了好了 我跟师父去找点干净的水 你在这儿好好待着 师父 他都能一见杀死 从小养大的魏少蓉 心里只有黄泉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 他们在 收拾你 你师父呢 他呀 他去山上采药去了 先喝点水 对了 你身上 有没有什么信号弹的 可以通报给朝廷那种 没有 那怎么办呀 你这受了伤 我身体也虚弱着很 就凭咱们两个人 也出不去 少操你的闲心 你觉得本王会没有后手 还是敬完殿下 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你刚才和那个南楚大统领 说太子妃的事 本王都听到了 你还都听到了 还特意顾虑你的心情 没多说 顾虑我什么 贡杨七说 你跟那个南楚太子妃 有些旧情 想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没相信 还有呢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跟那个南楚太子妃 假的 你否认得这么快 但有点预改迷章了 你觉得本王需要预改迷章吗 可是我听那个贡杨七 说得挺真的呀 你跟我说说呗 你对那个南楚太子妃 到底是什么感觉 贡杨七说 为了他连命都不要 卫下的原因说 你曾经少说求情 我说 你到底都会少说 对曾经的我 是什么感情 你很闲吗 这不是等待救援没事 聊聊呗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 本王的感情生活呢 我说了我比较好奇嘛 这都是过去这么久的事情 你也别藏着掖着 没有 没有什么 本王和南楚太子妃 毫无关系 你少听起谣言 净手无说八道 你说的 都是真话 还是气话 当然是真的 本王为什么要生气 你很希望本王和他有关系吗 没有没有 只是大统领跟二统领 都是这样说 我比较好奇 就来问问你这个当事人吧 我没有别的意思 他也没有别的意思 别人说什么你都信 唇死你算了 我也没信 这不是来问你了吗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说的都是假的 你很好奇啊 对啊 所以你的好奇心 跟本王有什么关系 本王为什么要满足你的好奇心 行行行 不告诉我 我自己去查 我就不相信 这么大个事情 我查不到 真是个小气 不由我刚刚还给你包扎伤口 真是小气 给本王回来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你生什么气 要你管 你就这么想知道吗 你不是不想说吗 那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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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这都小狗呢 有皮坏发 没大没小的 谁让你这么跟本王说话的 要 还给我摆上王爷架子了 行行行 您是高高在上的王爷 而我 我这个小人物不配跟你待在一起 我走还不行 龙王跟魏绍容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因为我在战场上跟她敌对过几次 仅此 现在满意了 就只是这样 那他们说的 你傻不傻 别人说的话你也信 龙王与她在战场上交手次数频繁 又因为她是女儿身 传出来的谣言霸 是吗 原来只是小狱 这都是过去的事 如今她一时难处的太子妃 是宇文叶的女人 你觉得本王会对她有什么想法 那你以前对她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现在提以前有什么意义吗 如果魏绍容 没有嫁给男储太子 你会跟她在一起吗 问的什么废话 你就当满足我的好奇心了 到底会不会 你就巴不得我和别人车上的关系是吗 不会 看来她真的只是把我上楼当作敌人 绝不能被她知道我就是为上河 说完了 现在你满意了 我去看看北七的人来了没 你就没有别的话想对我说吗 没有 王爷 看来是北七的人来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 你确定 是的 我将王妃的画像 拿给那个真柳芝和她那个丈夫看 一开始 柳芝拒不承认 不过她的丈夫 一眼倒认出来了 当时画像中的人 就是救他们那个人 好一个柳芝 好一个雪女 居然骗了本王这么久 你们什么意思啊 王爷吩咐过了 没有她的允许 不可以放柳三小姐出府的 莫书涵什么意思啊 我要见我儿子 世子和北魏少爷已经进宫了 王爷已经派人去接了 柳芝拒不承认 柳芝拒不承认 还请不要为难小的门 你 莫少涵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到底什么意思啊 莫少涵 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小点儿伤 本王受着伤呢 别装死 你耳朵又没有受伤 我有事要出去 你有什么事 我要回侯府拿东西 让他们送过来就好了 不行 我要亲自去哪 吵死 你怎么应该兵器 往船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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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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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和桥边的黄昏 彼此那日全是今生 每个迷惘的你 在屋里 如爱无处 你在我 你是我的 想哭就不想笑就笑 装成别人的样子 很好玩吗 请王妃 徐丽月 你骗本王这么久 很有趣吗 王爷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还要继续装下去吗 需不需要本王帮你 回忆一些内婉的事情 想起来了 没想起来 那本王再要一次 别 我想起来了 肯承认了 本王就这么让你厌恶 宁愿假死都不愿意留在我身边 你先松开 我们好好谈一谈 放开你让你继续逃跑吧 你先松开 你掐得太紧了 妄想 你现在已经落在我的手上 你觉得我还会轻易放过你 莫少海 叫我掐得太紧了 特别特别疼 你先松开 我们好好谈一谈好不好 你觉得本王还会信你的话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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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就这么恶心本王碰你吗 恨不得擦掉一层皮 娘亲 娘亲你怎么长得不一样了 娘亲本来就长这样 娘亲你真好看 真乖 伯伯 我要去侯府拿我们的东西 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好 你乖乖跟爹爹在家好不好 好 走 姓王爷 我要回侯府一趟 我们等回来再好好谈一谈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可以派人跟着我们 好 三小姐 老爷有令 不知你在踏进侯府一步 赶紧走吧 他当真这么说 那是当然 祖父也疼应 老侯爷身体不适 已经休息去了 三小姐呀 你就别再想找人替你求情了 反正呢 你已经嫁了人 侯府呀 也没必要再收留你 赶紧走吧 老侯爷身体不适 真是长见识了 堂堂侯府居然要收留一个嫡女 传出去 岂不被人笑掉大牙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老爷有令 不准你再进侯府 你呀 就别堵在侯府门口了 这老爷知道了生气 赶紧走 走可以 我的行李呢 行李 什么行李 你的行李啊 早就被老爷扔到后门去了 你要想要 后门找去吧 慢走不送 你说什么 伯伯 你们走 你这娘亲送来我的 都咋坏了 伯伯 不用紧 谁扔的 我就让谁跪下来 给我们捡回来 三小姐 你们怎么又来了 都说了后不不欢迎你 赶紧走吧 伯伯 你站到旁边去 不给我开是吧 自己开 你要干什么 是谁把我的东西扔出去的 站出来 来人大三手机闯进来了 是谁把我的东西扔出去的 我我我说 我我说我说 是是是老爷下的命令 李末末带人去丢的 究竟是谁 我也不知道啊 你要去问李末末 柳枝将人在哪 在 在花一天的院子里 我在正清等他 你把他给我找回来 他要是不来 别怪我掀了他的后府 滚 柳枝 你这个早天请的出身 你害我吗 柳枝还还不够吗 你先回来 滚 你给我滚出去 你以为我想回来吗 说什么 要不是柳枝还欠我东西 就算你们八台大叫请我回来 我也不会踏进柳枝的大门 我听说镇北侯府的人来了府上几次 想要退婚都没有成功 既然如此的话 不如把订婚信物交给我 我自己去退婚 你别痴心地往下 你祖父已经说过 这风不能退 这是侯府的事 你这个臭丫头凭什么 你最好是自己给我 我要是去拿的话 恐怕不止订婚信物一件 柳枝的百年基业 跟我娘亲的嫁妆 都在库房里面 你敢 你动动试试 哪人 是 柳枝 柳枝啊 老爷好歹也是你的父亲 你若乖乖下跪再给老爷磕头赔罪 信学啊 能少受点罪 话医疗说的挺起劲啊 你好像还不知道 你的宝贝女啊柳枝啊 已经死在江国寺了 你做什么 柳枝你给我闭嘴 柳枝 老爷 你不是跟我说 玉儿去别院小处 过几天就回来的吗 他这么说 你就信了 你知不知 柳枝 老子是你漂泊声势 夫人 你不要提他胡说八道 玉儿确实是去侯府 别约他三星去的 你为了他一点事都没有 你你别生气 小心肚子开啊 啊 放心 柳大人 果然很在意华姨娘肚子里的孩子 生怕有什么闪失 那当然 我肚子里怀的 是老爷唯一的儿子 他不重视我重视谁 你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是 别吃 你要吃什么 当然是毒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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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姨娘 这个毒药 一晚上 就可以将你肚子里的胎儿 化成一滩血水 要是没有解药 等明天一早 你就会长穿毒烂 暴病身亡 你这个毒啊 你 你这样给林阳下下个毒 她都是那孩子 是你的亲弟弟 我还是你的亲生女儿呢 你当初想要把我乱棍打死的时候 怎么没我过去亲情了 不过是一个未出世的一母弟弟 又算得了什么 讨厌救我 我不能死 我肚子里 可快叫你的儿子一样 你快让他 把亲爱给我 柳芝啊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第一 我要订婚姓舞 第二 我要我娘的嫁妆 第三 写下窃节书 我要跟柳家 一刀两断 你怎么 好 不同意可以 那你就看着 华姨娘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一起死吧 你快答应她 救救我们母子吧 求老爷心疼姨娘 心疼肚子里的小少爷 求老爷了 我没空跟你们浪费时间 给还是不给 老爷 还有人想忙 好 我答应你 现在可以把解药拿出来的吗 急什么呀 事还没办 管家 小的在 你去被枯房 把最后一排货架 上面放着的玉砖拿过来 是 老爷 是 现在您满意了吧 窃节书呢 柳大人 该不会是不想写吧 柳志 你可想好了 老爷写下这窃节书 你就不是柳家人了 柳家的荣华富贵 也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那再好不过 把这你的切结书 滚 我柳家不稀罕你这种男性狗肺的出事 别忘了我的解药 住手 什么倩倩说 不准心 芝儿 你又在闹什么事呢 老侯爷不都已经知道了吗 又何必明知孤恩呢 芝儿啊 我知道 你对祖父多有不满 但是 我们毕竟都是一家人了 何必把事情闹到这种程度了 把镯子给我 祖父替你做主 老侯爷 事已至此 你也没有必要 玩这种装聋作哑的把戏了吧 柳枝 别给脸不要脸 这桩婚姻绝对不能退 把镯子给我 这婚事退不退 不是你能说的算的 我想要退婚 谁能拦得住我 这就是说 你想毁了刘家吗 退婚 跟毁了柳家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柳家把所有的职王 都寄托在一纸婚书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柳家趁早完蛋了吗 没救 来人 把这个逆女给我拿下 老侯爷这是打算要撕破脸呢 就算你抢回玉珠 你就不怕我告玉状吗 一个死人怎么告玉状 让你活着走出这扇大门再说吧 你打算在柳家杀了吗 是又如何 柳家不缺女儿 一个不听话的妻子 毁了最好 不会是战场出身的侯爷 拿回玉珠 生死不轮 圣旨到 圣旨到 柳之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赵曰 柳家之女柳之 于相国寺中旧驾有功 着急封为正二品县主 赐封号安平 令赐京中府邸一座黄金千两 钦此 安平县主 请敬收陛下圣恩 谢陛下 另外 这是陛下赐给你的 能随意出入宫中的令牌 以嘉奖你 营救小柿子有功 谢陛下 什么 安平县主 哎呀 没想到啊 南洋府的柳家 出了正二品的 安平县主吧 老何爷真是说笑了 我是安平县主没错 不过 这跟柳家有什么关系 哎 柳之啊 你虽然身为安平县主 但还是我们柳家人吧 你 以后别忘了本啊 是 老何爷虽然年纪大了 但也不至于痴呆吧 这可是你儿子亲手写的窃戒书 这白纸黑字都在这儿 上面的墨还热乎着呢 不与柳家 毫无关系 对了 侯爷 我那后门的东西麻烦你清理干净 送到我的府上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化妆 我可是皇上 亲风的县主 皇亲 我们真的要永远就在亲王府吗 皇上赐给我们的宅子需要修缮一下 侯府也回不去了 我们就要在王府待一段时间 怎么 你不想跟海汉待在一块 我是想和海汉在一起 但是我更担心王爷对娘亲 傻孩子 你娘亲的麻家早就被拔下来了 唉 什么 那个狐妹子又住进王府了 听说是小狮子 非要那个柳枝住进来的 没想到王爷居然也同意了 奴婢还听说 陛下还封了他为安平县主 贱人 居然能封为县主 凭什么 听说是他在相国寺救了皇上一命 然后小狮子就求陛下封了他为县主 还把王府旁边的一座院子赐给了他 那可是原来公主的住宅啊 这个贱人 还有那个小杂主 王妃我养他这么多年 他那么偏心那个贱人 万一那天 他在王爷面前说一说 王爷把这个贱人纳入王府 不行 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小桃 王府不是新到了一批糕点吗 你派人拿一些 送给柳枝和他的儿子 他们怕没吃过这么好的 我作为王府的女主人 当然要好好招待他们 是 王爷 你来是有什么事吗 坐在这里一句话都不说 什么意思啊 你坐在这里这么久 累了吧 要不要吃点糕点 看你府上糕点还不错 本王从来不吃这些东西 行 你不吃 我吃 你干什么 这糕点有毒啊 什么 不可能 本王的王府是最安全的 俗话说 这日房夜房家贼难防 你什么意思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这府里 都是由你侧妃打理的吧 想必这个糕点 也是他特意送过来的 你是说夏瑶瑶 本王觉得他没有那个胆子 有没有的话 一查便知 当然 如果王爷 无条件相信你侧妃的话 我也没什么可说 只不过这王府 我是待不下去了 今日下毒 明日还不值得干什么 叶依 属下在 去搜查一下 侧妃的院子 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是 怎么回事 王爷 为什么要突然搜我的院子 是柳姑娘说什么了吗 你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 小桃 你把这个东西藏好 月影必要 竟然不能让别人发现 是 王爷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是妾身哪里做得不够好 惹到柳姑娘了吗 王爷 如果妾身做得不好 妾身会改的 有没有做过一会儿就知道了 王爷 闭嘴 你让妾身也要堵死这个劲 看来要想其他办法 禀王爷 属下在侧妃娘娘房间的地板下 发现了这个东西 当时这个小丫鬟脚下 一直踩着那块地板 属下就被我蹊跷 果不齐而已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这个毒跟糕点里的毒是一样的 夏洋洋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王爷 不是我 不是我 是他 是他 是他陷害我 王爷明察 岔飞娘娘 你不能这样啊 分明是你让我将这两个药瓶藏起来的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两个药瓶 另一个在哪 你不说 我待你不帮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比王爷 另一个药瓶奴婢藏在这娘娘床部下面 王爷可以派人去搜查 奴婢所言 就许此 王爷 这便是另一个药品 怎么了 里面是什么 这是一种慢性毒药 中了毒的人 会浑身骑满疹子 昏迷不醒 而且 这个解药极其难配 疹子 昏迷不醒 我记得韩汉小时候就得过这种病 你说什么 这不是病 这是一种毒药 中了毒的人不会立刻死的 所以大家都以为这是一种病 王爷 奴婢经常听到侧妃娘娘说起小世子 她说要不是当年她身体救了小世子 闭嘴 贤婢 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 王爷我没有 我从来都是好好对小世子的 我没有 我没有做这些事情 王爷我没有 你居然能对小孩子下手 好毒的心呢 真是 莫少海 无论你今天怎么护着你这个侧妃 我都要杀了她 王爷 你还是相信我的对不对 王爷 别脏了你的手 叶依 把她带下去 别让她这么轻易地死 是 王爷 这是冤枉 不要 王爷 王爷 你相信我呀 这是真的是冤枉的 起来 走 王爷 你忍心折磨你的宝贝侧妃吗 我对她从无情义 以前对她的种种 皆是因为她救过韩汉 现在真相大白 她既然害了韩汉 就应该受到惩罚 行行行 这是你的事情 跟我们没有关系 别走 我们的事 还没有谈 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 谈你当年一纸修书 羞辱本王 谈你跳崖炸死 连孩子都不要 还是谈你这些年 在外面风流快活 回到京城 还要与本王逢场作戏 没有羞辱你 当年想羞辱是因为 立嘴 本王为 你答 你要为什么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你不都知道了吗 我要你自己说 我是许立月 还用呢 地上 我 你的前任王妃醒了吧 前任王妃 本王想起来了 你之前兴致勃勃地说你前夫君 我那个前夫君啊 想着就是个人间极品 本来别人找我同意想 又强 又奈又弃人 她那心 比她真间还想 你当时说得很高兴吧 是不是还有很多心里话没说 来 继续跟本王说说 你的前夫君 到底有多让你厌恶嫌弃 王妃 我追着 继续说啊 本王想听 我当时只是 诞生 我也没想说啊 是你一直追问我 我才顺着你的话说的 这不能怪我 你这么说倒是本王的错了 我可没这么说 再说了 那话题 确实是你先说起来的 不然我能这么说吗 而且 当时你的意思可是说 我前夫君 上辈子缺了德 才娶了我这种女人 这话可是你说的 你装作柳枝的样子 跟本王逢场作戏 谎话连篇你还有脸说 我不是有苦衷的吗 你当时追我追的那么紧 我哪知道你有没有放弃 再说了 我不能冒这个险 要不是你一直修书 本王何至日派人追你 你别给我扣黑锅 我当时跟你写修书 是为了你好 写修书是为了本王好 是啊 我写修书不是为了羞辱你 你本来就讨厌我 我这主动离开 不是随了你的愿吗 许 文件文件 本王用得着你写修书 来撇清关系吗 是谁教你新婚当天 修书逃跑的 你这么生气 你觉得自尊心受错了 原来是大男子处 受不了自己被你们抛起 自尊心受伤了 我怎么成事 我倒是真没想那么多 要不然你也解一封修书 你把我修了 你不是觉得被人修得很耻辱吗 我给你道歉 你也解一封修书 咱们俩就算扯平啊 好吧 扯平 想得美 伯伯到底是谁的孩子 当年你宁死也不嫁人 是因为你心有所属 次日逃婚连孩子都不要 五年后又带回来个孩子 他到底是谁的孩子 王上 你放开我 你说清楚 我傻了 我傻了 你放了吗 你不信我也就算了 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 带孩子是无辜的 伯伯她可是 她是谁的孩子 反正不是你的 我们已经合理了 伯伯是谁的孩子 跟你都没有关系 是 河里 你的名字 现在还在北极皇室的预点上 你是本王名媒正娶的靖王妃 想知道本王为什么不把你的名字除掉 你这个狠心的女生 心里根本没有寒寒 我最爱见娘亲 娘亲 她是本王的敌场子 不能有一个被除名的母亲 这五年来你心思全在别的孩子身上 你有想过韩瀚也是你的孩子吗 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 这五年你又回来看过她一眼吗 你精通易入术 若是真的有心想回来看她 本王也不会有察觉 但是你一次都没有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有脸哭 谁哭了 这本来就怪你 要不是你当年追我追的那么紧 我怎么能狠心胖心喊喊不管 她也是我的孩子呀 你的意思是 本王的错了 这本来就是你的错 我哪知道天一爷就怀上了 我只顾着躲避你的追捕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怀孕了 最后你还一直追着我 我都早产了 人怀孕了还往外跑什么 本王会吃了你吗 你忘了你倒是说什么了 你说你抓到我要把我随时挽断 我不跑 难道被你抓啊 谁知道你会不会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 够了 本王就想知道 北北到底是不是本王的孩子 是又怎么样 这五年来你也没有经过当父亲的责任 算不出我的命运 只要你以后乖乖待在王府 本王会尽起一个当父亲的责任 凭什么 就凭北北身上流着和本王一样的血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让我待在王府我就待在王府 我偏不 这么多年 我一个人带着北北活得好好的 没有你这个责任都一样 徐立月 你别得寸进尺 本王会向父皇禀报 就说金王妃已经找到了 你就恢复原来的身份 乖乖待在府里做你的金王妃 知道吗 你想的美 你这张嘴 总是说一些本王不爱听的话 真该把你的嘴永远堵上 自己 娘亲 我们真的要永远留在金王府吗 伯伯 你想留在这里吗 你想跟韩汉 还有你那个爹爹在一起吗 我是想和韩汉在一起 但是我不想要爹爹 拥有娘亲就够了 娘亲在这儿不开心 我也不想留在这儿 如果伯伯不想留在这儿 那娘亲就带你走 好不好 真的吗 娘亲 那我们又可以到处游玩了吗 可是金王府守备 这么深夜 我们能出去吗 当然了 天底下 就没有娘亲逃不出去的地方 真的吗 那娘亲可不便 大家好好一起走呀 嗯 虽然有些麻烦 但也不是不行 走 我带孩子出去玩几天 归期不定 有缘再见哦 啊 旭立月 怎么少不了你 娘亲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娘亲要带韩汉出去玩 你是不是还没有出过京城呢 真的吗娘亲太好了 爹爹不带我出去 也不让我一个人出去 我长那么大都没有出过一次远门 你才五岁 你不也是五岁吗 娘亲是不是天天带着你出去玩 我们不是出去玩的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都是娘亲的宝贝 好 娘亲我们不回王府了吗 不跟爹爹一起去玩吗 你爹爹没有时间陪我们去 我们自己去好不好 好 反正你想爹爹了 就自己去找 反正我要跟娘亲在一起 不要我不要爹爹了 我也要和娘亲在一起 莫景然 说什么 是我的亲身 听在的 当命运一句一句 谈完阶段 呔我 崇与